这个地听一分三等 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 所以听听听错的人 大有人在 没有把意识听清楚 他误解了 我们举出一个例子 我们就老和尚讲经常讲 我们要万言放下 一心恋佛求生净土 那有一些居士 他听到这个话 照这个原话来讲 他有听到 听到师父 师长讲这个话 劝我们要万言放下 一心恋佛求生净土 那么他的理解 什么叫万言放下 他没有 进一步去思维 没有进一步去思维 他就听到这句话 他自己想 万言放下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所以回家呢 工作也辞掉了 这里家里的机器 也都捐出来了 难道念佛念个几天 也没见到佛 也没见到极乐世界 也没能往生 但是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工作没有了 没收入了 自己一些积蓄也就捐了 家庭生活面临到困难 后来还跑到香港 去求救我们牢上 说师父 你奖金欠我们放下 我真的都放下了 我工作都辞掉 我什么事都不做了 我一天到晚就坐在家里念佛 自己的积蓄也都捐出去了 但现在念了几天 还没见到佛 那却面临到生活的问题 工作没有了 钱也没有了 要去向人家借钱 跑到香港去 请问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师父上人听了就摇头 他说你们听经 都把我发了一个意思 都没有听清楚听明白 都听错了 错解意思 那放下呢 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 那个叫放下 放下是叫你心里 放下心里的牵挂忧虑 妄想 放下那一个 不是叫你 你这个什么工作都不要做 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饭也不要除了 衣服也不要洗了 不是放下那一个 是放下心里的忧虑 牵挂 放下烦恼 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你放下那一个 外面这个事没有妨碍 会妨碍我们 就是心里 这些烦恼 贪嗔 贪嗔吃慢 疑 恶贱 这些烦恼 是这些东西在障碍 不是外面的工作在障碍 外面没有障碍 是内心自己烦恼在障碍 放下这个烦恼 放下分别 别放下执着 别放下执着 放下这个 他把意思听错了 你说冤枉不冤枉 而且有的还跑去现场当面听的 都能够把这个意思听成这个样子 其他我们就可想而知 这个就说明了他没有地听 大概只有耳听 而且这个耳听 还把那个话听错 错解经意 误解经意 曲解经意 所以地听地听非常重要 这个都很关键的 为什么一开口还没有讲经说法 就叫这个当机者 当场的大众 地听要地听 非常重要 好 我们再看第十二条 十二 五十颂云 长目与诗德 不应亏小过 随顺或成就 求过当至损 只观云 求诗不再于尽善 诗诗必忘于诗过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五十颂 是密宗 诗诗法 密宗对这个诗长的尊重 还在三宝之上 那这个比显教 更重视这个尊师重道 你看我们放小蒙山 宴奏吉祥 这个祝诗 吉祥祭 你看 宴出丧师 哀射手 然后再宴出三宝 所以密宗他皈依是四皈依 我们显教是三皈依 那实在讲 显教 其实也是四皈依 但显教没有那么强调 密宗他就很强调 强调这个金刚上师 为什么呢 金刚上师跟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要学密 能不能成就 金刚上师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这个师徒之间要有缘分 要彼此观察 那真正拜这个金刚上师为师 那就要把它看成佛一样 所以密宗皈依 他是皈依金刚上师 然后再皈依佛 皈依法皈身 密宗是四皈依 那显宗 其实也是一样 但显宗没有比较特别强调 这个师 我们看到显宗只有三皈依 密宗他是四皈依 第一个要先皈依金刚上师 那我们想一想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你怎么会认识三宝 你怎么会认识三宝 你不是老师告诉你吗 老师教你啊 不然你怎么知道呢 老师传授给你啊 那甚至是他接应你入佛门的啊 没有他你怎么会认识佛教呢 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 他来台湾啊 他学佛这一生的成就 这三个老师缺一个 他都没有因缘接触到佛法 也不会成就 第一个呢 方东美教授 他对方东美教授很崇拜 很恭敬 想跟他学哲学 那么他有这个自成恭敬心啊 那也感应方教授 单独为他授课 不叫他到学校去啦 因为他到学校去 学不到东西 当时啊 六十年前啊 现在讲解有七十年前啊 那个我们敬老上出学佛的时候 这边碰到的是方东美教授 二十六岁啊开始学佛 今年九十五啦 头尾啊七十年了 那么方教授介绍他学佛 给他讲啊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他对崇拜的人 讲了这个话 他才接受 愿意啊 来接触佛教 还没有 遇到方教授之前 他从小学读书 中学读书 老师都给他们讲 佛教是迷信 所以他对佛教 没有好印象 所以他对佛教没有好印象 如果这个迷信 那我们何必去学那些迷信的呢 也就没有意愿啊 要去接触了 甚至就排斥 如果到台湾来 没有遇到方老师 给他介绍啊 实在讲 我们老上这辈子 他不会学佛 那就一般人啊 那可能也不再是啦 所以他入佛门啊 接引他入佛门 关键人物 就是方东美教授 那么他接引入佛门 那他才会接触佛教啊 第二个老师就是 一个蒙古亲王 给他介绍张家大师 那个当时张家大师 是总统府的资政 国策顾问啊 资政 跟张大师大师学三年 教他看得破放得下 教他不失持戒 后来再到台中联社 亲近血流老人 学习讲经说法十年 所以红法六十周年 那后面啊 这个红法的这个成就 这些成绩 都是得力于这三位老师的 介绍 引进 指导 学习 那自己也愿力啊 求学啊 这样啊 师之道合而成就的 那所以 第一个 归于老师 那这个没错啊 然后 没有老师给你介绍 你怎么懂得去归一三报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 在三归传授讲啊 这个 三归传授 传授了三归一 所以密宗这个 他这个事归一 有道理啊 真的有道理啊 我们再到日本的试验看啊 那个祖师堂啊 比那个佛 佛殿还要大 所以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讲 他们这也是尊师重道的表现啊 那如果没有老师 我们怎么会认识佛法 会认识佛教 会认识三宝呢 那其实显教他也有 也是有这个意思 只是显教没有特别像密宗 那么强调 你看我们 常常提起的 观无量寿佛经的敬业三符 第一符就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劣 第二符啊 授慈三归 居足仲介 不放为宜 第三符 花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圣 渐尽行者 我们仔细看这个三符的排列顺序 第一符 孝养父母 这个是 大根大本啊 第二句就是 奉仕师长 也就是 孝亲尊师 那接着呢 才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那归三宝呢 归三宝是在第二符第一句 受此三归啊 那照这个排列顺序 那 奉仕师长 是不是在三归前面 是啊 没错啊 只是显教啊 他没有特别去强调 密宗啊 强调这一个 所以这个显密啊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一个学生学习啊 他一生有没有成就啊 算之是老师 他有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好的老师 是他这一生学习啊 成败的一个关键 我们就老和尚常常讲 他到台湾来 没有遇到这三个老师 而且切一个都不行 他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 甚至连佛教他都不会接接触了 也不愿意去接触了 这一生又就空过了 所以老师啊 算之是一个 修学成败一个关键 非常重要 所以古人讲啊 在我们中国 古圣先贤啊 特别提倡 孝勤尊师 尊师总道啊 那不是老师要你去尊重他啦 这老师如果要人家去恭敬 去尊重他 那也不是好老师 但学生啊 尊重老师是为了 重视自己的道业 所以叫尊师 尊师重道啦 尊师是为了重视 自己的道业 自己的道业 才能有成就 自己的道业 成就从尊师当中 得来的 那不是那个老师啊 很喜欢人家去恭敬他 这一点我们要明白 那么这个五十诵 这个五十首剧诵 当中有一首 这个一首剧啊 是四剧 长目与师德啊 长就是 常常啊 仰目 师长的德行 师长哪一方面啊 德行啊 就是我们要教他学习的 常常想师长啊 他的德行 不应亏小过 就是不应该啊 去看他一些小过失 那如果 你一天到晚去观察 这个师长的过失 那实在讲啊 吃亏的是自己 你 一直去干师长的过失 那你对师长就不尊重了 不尊重他讲的话呢 那你听不进去啊 你只记得他的过失 那师长的好处 优点 都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记过失 那这个学习就错了 那不对啦 随顺 或成就啊 你要随顺啊 师长啊 要 常常仰目师长的德行啊 不要去看他的过失 你能随顺师长 那么你就会 获得啊 成就 所以求过当自损啊 你去 一天到晚去找师长的过失 那损害的是自己啊 你对自己到也不能成就啊 你一天到晚看他的过失 你对他肯定 生不起恭敬心 生不起恭敬心 他讲的再好 你听不进去 他教的再对 你也不能接受 那对你就没帮助啦 那损失的是自己 不能成就道业了 这个在元节经啊 佛也有讲啊 这个非常重要 元节经啊 佛用 比喻啊 特别在末法时期啊 你要求善知识 那你要求 发大圣心的善知识啊 如果你在末法 你想要 灵心见性啊 你要去求这个 发大圣心的善知识 他不是 小圣 他是 修大圣法的 但你亲近他 跟他学习啊 那你就不能用那些 小过失去要求他了 但是这个善知识啊 他会教学生啊 不要去换 他的过失 叫他们要守住这个规矩 这样的善知识啊 你就可以亲近了 对你就有帮助了 这个佛在这个经 元节经上讲啊 他用个比喻啊 那个垃圾桶很脏啊 这个垃圾啊 垃圾啊 比喻说过失 那很多 很多垃圾垃圾 比喻啊 这个市场啊 有一些小过失 我们一般讲啊 他不重小节 不修边斧 但是那个垃圾垃圾桶 他有黄金啊 你要捡黄金 你们那个垃圾剥开 你要的是那个黄金啊 你捡到黄金就对了 那垃圾你不要啊 你不要放在心上啊 不要把市长那个过失 放在自己心上啊 放在心上就好像自己 心里装垃圾啦 装垃圾啦 那那黄金不要啦 装了一堆垃圾回去 垃圾回去 你说冤枉不冤枉了 所以要散血 所以要散血